我昨天看了一条新闻 真的是让我毛骨悚然啊 两名中国女子在柬埔寨失踪 其中一女子呢和她男友被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亡了 尸体被埋在胶带还戴着手铐 另一个女子下落不明 两个女孩花一样的年纪啊 她们家里还收到过犯罪分子的勒索电话 现在这伙犯罪分子呢已经落网了 但是这件事情不得不给我们敲行警钟啊 人贩子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而且现在呢 她们不光拐小孩成年人也会拐 那拐来干什么呢 年轻的女孩子可以卖了做那些工作 男人呢做苦力 还有就是成年人的器官 就是一旦你被人贩子带走 你这辈子很难再逃出来了 你可能会觉得了 我这么大人了怎么可能被骗呢 你不知道的是 现在的人贩生意各种新型骗局层出不穷 得手率非常高 非常难辨识 防护胜防 这条视频呢 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一定要看完 记得一定要点赞收藏 并转发给你最重要的朋友们 第一个拐卖法 成功又实在太高了 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坐飞机 高铁 火车去外地出差 或者旅游的时候 到了酒店以后 你会接到一个电话 喂你好 你是谁是谁 对方准确地说出你的名字 电话号 身份证号 航班号 和你到达的信息 然后就说 你所坐的航班出现了阳性患者 你现在属于密接 需要立即进行隔离 请提供你所住的酒店位置 这个电话听得简直是太真实了 尤其是现在这个环境下 但是呢 你也一定不能放松警惕 这个电话很有可能是假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提供你的位置信息 这时候呢 问他们几个问题 第一 他们所属的防疫部门名称 第二 联系电话是多少 挂断电话 立刻拨打114 查询他们所提供的防疫部门名称 和变化是否属实 如果不属实 请继续拨通114 查询你所在地区防疫部门的电话是多少 你打过去确认一下 或者你直接给机场或者提供部门 确认你所坐的航班是否有阳性患者 你是否真的属于密接 任何一条信息对不上 那么那个电话 他就是假的 一旦你提过位置了 坐上他们的车 你就再也回不来了 第二个骗局 你一定觉得很熟悉 就你在街上走着走着 突然跑过来的人跟你说 能不能帮我个忙呀 我们新店开张搞宣传 只要你跟我进店里听个表格 就能领到一份礼品 什么都不用买 你只要进去逛一圈就行 哎呀我也真的是不容易 我就是个打工的 玩不成数量的老板还要货工资 能不能帮帮我 求求你了 善良的你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心烦了 但是你要小心 这个有可能也是假的 你要问好他们店的位置 如果是大型商场里 或者附近的正规门店 一般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如果是七拐八拐的 一个小胡同 你就要小心了 十有八九就是拐卖人口 你要进去了 你就再难出来了 第三个 你走在路上 如果老人呢 突然过来求你帮忙 说自己迷路了 希望你能带他去找他的儿子家 孙子家 拜托了 求求你了 心软的你 可能你又带着老人去了 也是一个七拐八拐的小胡同 还有的老人呢 会拦住你说他太饿了 你能不能带我去对面的一个店 买个馒头 或者是买碗面呢 求求你了 还有的呢 是孕妇 突然说自己不舒服 麻烦你把他送回家 以上这些情况 都是扮演弱者 拜托你带他去一个地方 这件事情可能是真的 但也可能是假的 但是无论真假 你的操作只有一个方法 站在原地 打110 帮他报警 让警察去帮助他 如果是假的 他们一定会自己离开的 尤其是女孩子 助人为乐的时候 请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第四种就更恐怖了 如果说以上几种 都是偷偷摸摸的 那么第四种 就是明目张胆的 就大街上突然跑出几个人 男女老少的拽着你 说你是他媳妇 是他女儿 因为他吵架了 跑出来不回家了 然后几个人 强行拉着你上边的车 这时候呢 路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能就不会管了 有的人贩子 甚至直接上去 给你个耳光 先把你打懵 在你被打懵的奸细 给你强行带走 那这时候呢 你要大喊救命 拼命挣脱 拼命跑 如果说你叫的声音太大了 他们还有第二方案 就是呢 突然出现一个好大哥 帮你把人 把你都赶走了 救你于水火呀 然后跟你说 姑娘啊 他们可能还在盯着你 我先带你去个 安全的地方吧 那这时候 你可要小心了 他也可能是 和那帮人是一伙的 这就是所谓的套中套 刚被救下你 可能慌不择路的 就跟他走了 毕竟你主动走 可比带走要容易多了 那这个骗局呢 还有升级版 这次出来救你的 不是好大哥 而是刚好路过的一个警察 抓住了这伙人贩子 但是呢 他需要你回局里速度比路 你可要小心了 他也可能是个人贩子 还可能是一个套中套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你要赶紧 跑到一个人多安全的地方 最好呢 是有监控的地方 打110报警 一定是你亲自找来的警察 才是真的 如果这个救你的人呢 真的是个好人 那么你再来感谢他 也来得及 现在的社会啊 整体防范意识都在加强 但是骗子的反防范能力啊 也在加强 他们也在与时俱进 更心换代 想出各种各样的新型骗术 来蒙骗我们 我希望呢 这条视频 大家都能看完并牢记 并一定要转发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不能让坏人有任何可乘之机 我昨天看了条新闻 真的是让我毛骨悚然了 两名中国女子在柬埔寨失踪 其中一女子呢 和她男友被发现的时候 已经死亡了 尸体被埋在胶带 还戴着手铐 另一个女子下落不明 两个女孩花一样的年纪啊 他们家里还收到过 犯罪分子的勒索电话 现在这伙犯罪分子呢 已经落网了 但是这件事情 不得不给我们敲行警钟啊 人贩子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而且现在呢 他们不光拐小孩 成年人也会拐 那拐来干什么呢 年轻的女孩子 可以卖了做那些工作 男人呢 做苦力 还有就是成年人的器官 就是一旦你被人贩子带走 你这辈子很难再逃出来了 你可能会觉得了 我这么大人了 怎么可能被骗呢 你不知道的是 现在的人贩生意 各种新型骗局层出不穷 得手率非常高 非常难辨识 防护胜防 这条视频呢 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都一定要看完 记得一定要点赞收藏 并转发给你最重要的朋友们 第一个管卖法 成功率实在太高了 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坐飞机 高铁 火车去外地出差 或者旅游的时候 到了酒店以后 你会接到一个电话 喂 你好 你是谁是谁吗 对方能准确的说出你的名字 电话号 身份证号 航班号 跟你到达的信息 然后就说 你所坐的航班出现了阳性患者 你现在呢 属于密接 需要立即进行隔离 请提供你所住的酒店位置 这个电话听着简直是太真实了 尤其是现在这个环境下 但是呢 你也一定不能放松警惕 这个电话很有可能是假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提供你的位置信息 这时候呢 问他们几个问题 第一 他们所属的防疫部门名称 第二 联系电话是多少 挂断电话 立刻拨打114 查询他们所提供的防疫部门名称和电话是否属实 如果不属实 请继续拨通114 查询你所在地区防疫部门的电话是多少 你打过去确认一下 或者你直接给机场或者铁路部门 确认你所坐的航班是否有阳性患者 你是否真的属于密接 任何一条信息对不上 那么那个电话 他就是假的 一旦你提过位置了 坐上他们的车 你就再也回不来了 第二个骗局 你一定觉得很熟悉 就你在街上走着走着 突然跑过来人跟你说 能不能帮我个忙呀 我们新店开张搞宣传 只要你跟我进店里听个表格 就能领到一份礼品 什么都不用买 你只要进去逛一下就行 哎呀我也真的是不容易 我就是个打工的 玩不成数量呢 老板还要扩工资 能不能帮帮我 求求你了 下来问你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新完了 但是你要小心 这个有可能也是假的 你要问好他们店的位置 如果是大型商场里 或者附近的正规门店 一般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如果是七拐八拐的 一个小胡同 你就要小心了 十有八九 就是拐卖人口 你要进去了 你就再难出来了 第三个 你走在路上 有个老人呢 突然过来求你帮忙 说自己迷路了 希望你能带他 去找他的儿子家 孙子家 拜托了 求求你了 心软的你 可能你又带着老人去了 也是一个七拐八拐的小胡同 还有的老人呢 会拦住你说他太饿了 你能不能带我去对面的一个店 买个馒头 或者是买碗面呢 求求你了 还有的是孕妇 突然说自己不舒服 麻烦你把他送回家 以上这些情况 都是扮演弱者 拜托你带他去一个地方 这件事情可能是真的 但也可能是假的 但是无论真假 你的操作只有一个方法 站在原地 打110 帮他报警 让警察去帮助他 如果是假的 他们一定会自己离开的 尤其是女孩子 助人为乐的时候 请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第四种就更恐怖了 如果说以上几种 都是偷偷摸摸的 那么第四种 就是明目张胆的 就大街上 突然跑出几个人 男女老少的拽着你 说你是他媳妇 是他女儿 因为他吵架了 跑出来不回家了 然后几个人 强行拉着你上他们的车 这时候呢 路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可能就不会管了 有的人贩者 甚至直接上去 给你个耳光 先把你打蒙 在你被打蒙的间隙 给你强行带走 那这时候呢 你要大喊救命 拼命挣脱 拼命跑 如果说你叫的声音太大了 他们还有第二方案 就是呢 突然出现一个好大哥 帮你把人贩子都赶走了 救你于水火呀 然后跟你说 姑娘啊 他们可能还在盯着你 我先带你去个 安全的地方吧 那这时候你可要小心了 他也可能是和那帮人 是一伙的 这就是所谓的套中套 刚被救下了你 可能慌不择路的 就跟他走了 毕竟你主动走 可比带走要容易多了 那这个骗局呢 还有升级版 这次出来救你的 不是好大哥 而是刚好路过的一个警察 抓住了这伙人贩子 但是呢 他需要你回局里 速度笔录 你可要小心了 他也可能是个人贩子 还可能是一个套中套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你要赶紧 跑到一个人多安全的地方 最好呢 是有监控的地方 打110报警 一定是你亲自找来的警察 才是真的 如果这个救你的人呢 真的是个好人 那么你再来感谢他 也来得及 现在的社会呀 整体防范意识都在加强 但是骗子的反防范能力呀 也在加强 他们也在与时俱进 更心换代 想出各种各样的新型骗术来 蒙骗我们 我希望呢 这条视频大家都能看完并牢记 并一定要转发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 不能让坏人有任何可乘之计